谢祖武做戏主任超顶真!态度严谨让同学们都不敢合照! 曾入围巾中势地的谢祖武主演新片《王牌教师》,马马出几日前庆杀青,她笑得特别开怀,因为拥有大学系主任真实身份的她,其用得一门生,担刚此片幕前幕后工作,看到电影顺利杀青,学生们有了实物经验,当然特别的经验。 不过主持戏务抵真的她,让工作人员向学生募集不到任何合照,同学们说,没有人敢跟戏主任合照耶!可见她平日严谨之一般。 实质又到招生季节,她也青上火线,主持招生说明会,分别是本周六、十日,下午一点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投资大楼七楼视听教室,以及本周日,十一日,下午一点在高雄梦时代八楼时代会馆。 一眼一听,欢迎家长和学子踊跃参加。 谢祖五以演员身份出道,至今活跃34年,她出过唱片,也主持电视节目,正港式影视歌《三期红星》,更于2004年以爱情来了入围第39届金周世帝,可谓人生胜利组。 她主演电视剧《马马仙师》老师形象深知人心,还让她果真戏外也成为老师,去年9月正式受订担任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演绎事业学士学位学程系主任。 据悉,她是大炮个性,若看到不悲剧本的后劲,会看不过去当人,因此微宁远播,学校看中她著作等深的演艺历程,更在得知她会苦口活心叮咛剧组演员,嫌认她是出任戏主任的不二人选,因此力聘她至校任教。 不过,现在年轻人语气直接,谢主任回忆出登场,也苦笑当时被永略发问的学生一句,你不怕被淘汰? 会怕没有工作吗?震道,但她处遍不惊,直言,工作其实很多,只怕我没准备好而接不起来。 免疫同学要不断充实自己,有了实力,怎会怕没有工作呢?她还把手举到自己的头上,告诉学生,我尊敬我的工作,把自我永远放在工作底下,如此没有什么事做不到的。 她并建议大家多阅读,一个礼拜看一本书,一年就读到52本书。 短短短三年两语,就说服系上所有学生,让年轻人看到敬业,充满榜样魅力的系主任,顶真的谢祖武却让系上没有一个学生敢跟她合照,她得知也笑说,我傻眼猫咪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